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威臣B的老妖杨阳 看到他们的热情还有认真的态度 然后我们也就是跟他们一起聊音乐啊 还有准备舞蹈啊 就我们觉得他们都非常认真 然后非常深刻那个印象 比起想起其他以前的东西 就以前我们是怎么样 反而觉得我们受到更多的动力 我觉得他们其实还缺乏一点点自信感 他们只要把自信感提高了 他们在舞台上一定会可以更好地表现出自己的 我们的自信心其实就是通过我们平时私底下 真的是非常努力地去练习我们的作品 说实话只要练习充足了在舞台上 说实话紧张什么的我觉得都不会出现了 所以要不要教教学弟们就大家学长有多努力 比如以前你们练习的时候会每天练习多多时间啊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就是所有的学弟们有提到 就是很多细节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去练习 就包括时间上也真的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一天里面可能真的从早到晚需要就是费勤忘食的练习 我觉得其实都有吧 因为第一实力上的问题呢 这个是要通过努力的 但心理上的可能就要通过团员们一起互相理解 互相沟通的话这样才可以提升 对 培养出默契 对 没错 所以就说要过期的话我们就可以聊聊 比如说当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有压力或者心态不那么好 彼此又有什么互相打气的 属于男生之间的一些好的方式 我们就会坐下来好好聊一下 就是每个人真的 就是 围成一个圈 围成真的是围成一个圈 然后 弹心 弹心 通常都会弹 真的弹很久 我记得每次都 两三个小时 对 你们话这么多 对 就是把平常全部的都 放出来聊 对 真的 真的会通过一个小事情 然后衍生到另外一个小事情 没错 到一大圈 然后又回到一件小事情 嗯 挺好玩 所以你们现在会有一个大哥伙 又特别容易领导你们出来 我们现在开始谈一谈 就来 我跟旭熙吧 我跟Lukas两个人 就是比较多一点的召集大家 开开会啊 聊聊天啊 这样的一个 组织这样一个活动 对 我觉得说实话一个团队里面 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沟通不重要 沟通不好的话 可能很容易是成员之间会产生一些隔阂啊什么的 所以沟通非常重要 我们非常看这种沟通方面的问题 对 那其实咱们这七个人真正在一起 开始相处大概是有多 是从多久开始 我们 我们 其实最久的应该有四年了 对 我们因为中间 像我们 我们 我们四个人 10 Lukas 我 因为就是 其实相处的时间应该是算最长的 就是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那其他的团队们呢可能都 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了 对 对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么 这么短的时间内呢 对其他新团员来说呢 我们真的培养了很好的默契 对 具体呢 可以看我们以后的新浪一直播 对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默契到底有多好 对对 游戏 男孩们嘛 男孩们都在玩游戏 对不对 我们这里面 大概 可能除了10以外吧 我们其他六个人都是 特别爱玩游戏 然后每天晚上在宿舍就跟 呃 网吧一样 一排电脑说话 拍在这边 对 对 所以 他同学是怎样 他呢 看电影 他在宿舍看电影 然后学中文 对 但是有时候 比如我们会玩那种 PS4 就是这样的东西 他也会一起玩 对对 所以 他同学现在觉得自己中文学定如何 要不要秀一下 非常好 哇 随便说 随便 我要说什么呢 呃 呃 你好 我是V的10 呃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 我喜欢看电影 画画 听音乐 我 我不喜欢吃水果 哈哈 因为我喜欢吃辣的东西 我真的喜欢这个麻辣汤 哦 麻辣汤 呃 昨天我们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麻辣香锅 麻辣香锅 我喜欢喝这个 吃 豆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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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真的喜欢喝 很接地气 对 你听到什么叫接地气 哦我不知道这个 接地气 你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比较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哇 等一下我们三个 接地气呢就是 比较贴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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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有奶奶的口味啊 奶奶的口味 对 他奶奶也是中国人 对 也奶奶都是中国人 对 那刚才比如说 比如说像他人说自己擅长霸画嘛 我不知道就是他有没有给团员突破 比如说我们还给你们画一些消枪 漫漫画的方式 共达自己 彼此的方式 或者其他团员有没有特长可以达自己彼此的方式 其实 就是 就是 有时候他会设计那种图 然后给我们看啊 就是说 啊 你觉得这个是我们的 VV的标志怎么样啊 就是 他会想很多很多 然后给我们分享 对 对 嗯 其实Ten的话呢真的 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的话 会可以发现他的画呢 是真的非常有艺术感的 对 非常有艺术感的 就是 很多小小的细节都是有各种意义的 对 对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可以画出很多 那种特别有艺术感 真是艺术家的那种感觉 对 第一点是需要努力 第二点是需要团结 因为当一个团队的成员他们非常努力 他们的实力会上升 这个团队的就会变得更加的优秀 团队的品质就会变得更高 如果这个团队要更加长久的话 他们就更需要团结 因为他们可以就是相互理解就是相互包容 这样这个团队碰到的所有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 就是 对 然后就我发现大家在练习室里面也非常整齐 就是要练出那种默契度 私下大家是花了多长时间去如何调出这么大的默契度 其实我们就是这一首 我们展现出一个最好的舞台 OK 无论在哪个领域 无论在哪个领域 领域 领域 OK 无论在哪个领域 只有 在舞台上 表现是 表现出 表现出 对不起 表现出 别紧张 OK 对 把你享受都说 加油 对 无论 无论在哪一个 领域 只有在舞台上表现出 接近全力的样子 我觉得 歌迷 歌迷们 都会认可 并喜欢你的 第二个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 给对方 带来 能量和热情 我希望 以后大家 多多 很期待我们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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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非常厉害 刚刚 连四个成语都会说的 接近全力啊 接近全力 我刚刚 我刚刚学了 哦 刚学了吗 嗯 像我们团队 就是 语言方面 其实我觉得还挺丰富的 会说英语 会说泰语 会说粤语 会说粤语 会说中文 哦 还会说德语 哇 真的非常厉害 哇 我会说温州话 对 还会说广东话的 还有三个 一二三 对 就是我们 在宿舍 生活当中 就是我们真的 用很多语言 对 因为有时候 他们两个在说英语啊 然后我们就说中文 还有时候 我跟他们俩 就说港东话 这样 有时候一句话 有三四种语言 也是很奇怪 对 还听得懂吗 别死了 听得懂 还听得懂 我觉得非常神奇 对 对 对 甚至连我们这些 不会讲粤语的 都会听他 有时候 有时候会听得懂 那么一点点的东西 对 对 对 西藏反美啊 西藏反美啊 西藏反美 这个吃饭 吃饭了吗 吃饭了吗 这 杨杨 听最多 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是 杨杨 对吗 对 对 我 我 我 广东话 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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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 德语 德语是他 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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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没教他们 因为可能 发音上面有点难 对 你说说德语只有他一个人说 他没有沟通人 对 对 对 你说一下 什么 那我 可以说一下 那我打个招呼吧 德语自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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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德语自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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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员们对音乐还有舞台的热诊 就是坚定了我们走这一条路的决心 那我们呢也会通过我们的努力 然后释放更好的音乐作品啊 还有舞台来回馈喜欢我们的歌迷们的一个这样的形式 然后呢我们会多多加油 然后也一直支持我们 谢谢